小龙女死后 杨过与郭福 成英 陆无双结为夫妻 替郭靖报了大仇 话说襄阳城破之日 郭靖 黄荣 耶绿齐 郭破鲁居民 浴血奋战 只可惜敌众我寡 九战之下 就连郭靖也不免手忙搅乱 不过 郭靖的降龙十八掌已和九阴真金融为一体 由刚柔并济的至高境界 加之 郭靖又将降龙十八掌融合到天罡北斗阵之中 这两门神功一起使将出来 竟有一仪化妻的功效 郭靖眼见一千精兵冲上去 历时就被郭靖杀个片甲不留 也不由的眉头紧皱 郭靖沉思片刻 让人朝襄阳城上空 射出三支火箭 只听城内传来一阵厮杀之声 郭靖回头一瞧 不由的大惊失色 原来武士兄弟贪生怕死 暗中早与忽必烈没来眼去 随着忽必烈射出火箭 发出信号 武士兄弟竟做出了倒戈相向的可耻之举 忽必烈显然是有备而来 只见他黑黑两声冷笑 身后站出三位高手 第一位高手 白笋道人 此人自创一门极其阴毒的武功 换作玄冥神掌 众掌者就算不死 也会被寒毒折磨一年之久 最后在痛苦挣扎中死去 第二位高手 山中老人 此人天赋极高 自创了一门诡异难测的武功 刻在了名教的圣火令上 第三位高手 达尔巴 他在金伦法王死后性情大变 同此不断参悟龙象般若功 虽成就不如金伦法王 但也在废禽忘食之下 将龙象般若功练到了第八层 由八龙八象之力 原来忽必烈知道郭敬的武功和兵法都是非同小可 想要攻破襄阳城必出其招不可 他一边利用武士兄弟与自己理应外合 一边不断招揽天下高手 最终成功将白笋道人 山中老人 达尔巴纳入麾下 三大高手强强联手 果然不容小觑 加之郭敬父被受敌之下 又心系城内百姓 三百回合下来 郭敬见感不知 另一边的黄荣早已分身乏术 围在他身边的蒙古士兵越来越多 不过 黄荣早已准备妥当 蒙古达子尚未攻破城门 黄荣就布置妥当 让郭敬换了平民百姓衣服 跟着难民一起逃出了襄阳城 输日之后 郭敬听到了襄阳城破 父母战死的噩耗 更让郭敬手足无措的是 忽必烈派出士兵不断搜寻郭敬的下落 郭敬颇赶走投无路 正焦急之时 忽帝想到了古墓 古墓断楼时早已放下 背有一条水道 直通古墓深处 想到这里 郭敬当即赶往古墓 可当郭敬来到古墓内市时 他却赫然发现杨过孤身一人 原来小龙女在前几日独发身亡 数年未见 杨过和郭敬恍如隔世 在郭敬的鼓励与安慰之下 杨过渐渐走出了丧气之痛 二人朝夕相处了大半年 竟不由地情愫暗生 杨过望着风韵犹存的郭敬 邵时的种种往事纷至他来 杨家和郭家本就有婚约 二人所幸即为夫妻 在古墓里相依为命 常言道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杨过取了郭敬为妻的消息 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嘉心 承英 陆无双听闻之后 气得花容失色 二女当即潜过水道 来到了古墓 在陆无双的纠缠之下 杨过没有办法 只得挑了一个良辰吉日 又取了承英 陆无双为妻 三女一男在古墓里其乐融融 好不快活 只可惜 杨过早年痛失一臂 又为了炼成全铁剑法 不断在瀑布 山红里修炼 封要命的是 杨过为了自创 黯然销魂掌 以万念俱灰作为心境 苦练了十六年之久 这些肉体 心灵上的创伤 让杨过经脉受损 功力大打折扣 早就没了当年神雕大侠的风采 幸好郭敬 陈英 陆无双分别给杨过诞下一子 三字天赋极高 杨过将一身所学 倾囊相受 郭敬率先给杨过诞下一子 取名杨顶天 杨过传了杨顶天降龙十八掌和九阴真经 杨顶天隐隐有郭敬之风 勤学苦练之下 竟能将降龙十八掌和九阴真经合而为一 成英给杨过诞下一子 取名杨破天 杨破天聪明伶俐 义正义邪 对长法 执法颇有见解 杨过将桃花岛的弹指神通和自创的黯然销魂掌 一定传给了杨破天 杨破天悟性很高 善于管控情绪的他 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施展黯然销魂掌 含指神通也被杨破天耍得炉火纯青 随心所欲 陆无双给杨过诞下一子 取名杨霸天 杨霸天对剑法十分感兴趣 杨过先是教了杨霸天玉女剑法 全真剑法 后又带着杨霸天寻找普曲斯蛇蛇胆 在服用了蛇胆之后 当杨霸天又练成了玄铁剑法 长剑挥出 有断金烈石之威力 杨顶天 杨破天 杨霸天神功大成之后 纷纷离开了古墓 他们在杨过的指示下潜入了襄阳城 出日之后 襄阳城接连传来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 杨顶天凭借祥荣十八掌 轰杀了白笋盗人 第二件大事 杨破天用黯然销魂掌 拍死了山中老人 第三件大事 杨霸天依仗玄铁剑法 将达尔巴劈成了两半 消息传到了古墓 杨过热泪盈眶 他颤抖着嘴唇说道 郭伯伯 大仇终于得报